与2011年重启的U神Ultraman漫画 相信许多U神的铁粉应该都看过了 它在剧情上 完全无视原本自六年代铺成的光之国世界观 只保留初代U神故事的设定 当初1967年赛文播出的时候 赛文原本也是一部独立的平行时空 直到杰克和奈斯相继推出 远古才把以往的系列串联在一起 成为一部电视宇宙作品 另外漫画本身也不能说是完全的重启 因为除了前面说的有保留初代的世界观之外 在连载中其实也有回过许多以前光之国宇宙的人物和设定 有接触过U神系列的人应该都知道 主角变身为外星巨人去打怪兽 以及特殊作战部队调查一场现象 都是U神系列当中亘古不变的传统 但是这部重启 却打破变身巨人的这个设定 只保留保卫地球的特殊部队 整个风格俯瞰之下 有点类似美式漫画的英雄作品 所以到底这部作品值不值得看 适不适合推荐给刚入门U神系列的新粉呢? 以下就来慢慢细说 背景是设在初代U神故事结束后的四五十年 在宇宙恐龙杰顿还有杰顿星人被打败之后 地球战时恢复了平静 U神也随着左飞一同回到宇宙 科学特殊队SSSP也跟着解散 身为U神变成者的早天境 也失去了和U神童话的记忆 回归普通生活 成为一名国防大神并结婚 还生下一名叫晋四航的儿子 科勒队的基地在后来成为一间纪念馆 过来参观当时科勒队种种辉煌战机 并了解过去怪兽和宇宙人出现的恐惧 直到有一天 老年得子的早天 带着儿子晋四航去参观了科德纪念馆 他遇见了席日的同僚金手光虹 金手原本是对中的科学家 现在的他已经是纪念馆的馆长 突然这时候 晋四航又会从纪念馆三楼摔到一楼 怪异的是 他却奇迹般的那能无恙 原来自从早天跟U神合为一体之后 体内已经继承了U神的基因 而晋四航也被遗传了U神的金刚不坏之躯 然而当早天只问锦手 为何他这几十年来 既不习无神来到地球 到他离开了这段记忆 还为什么自己会有超人类般的力量 锦手只好老实地告诉早天 其实半年前发生一起神秘的空难 空难的幕后主使 似乎是一个外星人策划的恐怖攻击 看到这一幕的早天 突然回想起自己正是U神 然而事实上 科乐队早就知道了 只是他们对早天加以隐瞒 而破坏民航记的神秘外星人 他的目标 似乎就是拥有U神能力的扫田父子 12年后 晋四航已经是个俊秀的高校生儿 而且对于自己拥有的超能力相当自豪 紧接着那名神秘外星人找上了晋四航 晋四航原先以为他就是U神 但他对晋四航自称 他其实是U神最早的敌人 宇宙怪兽贝姆拉 而他的出现 让地球再度被恐惧给笼罩 科德队认为 外星人的入侵 即将以另一种形式开始 尽管晋四航继承了金刚之身 但他在贝姆拉面前犹如衣卵骑时 这时早田穿着一副黑科技装甲 前来现场支援 并将晋四航丢进了金首的救援直升机 然而年事已高的早田径 就算穿着装甲 依然不幸畏惧劣势 这时警手告诉晋四航 他体内的超能力 源自于身为U神的早田径 晋四航得知父亲是U神这个真相 倍感震惊 借了警手提供晋四航一副全新的U神装甲 有了装甲配合自己的神力 晋四航虽然最后受了点伤 但中间让侵略者贝姆拉败退 不过这仅是开端而已 事后他在病房中醒来 看见了警手跟一位杰顿新人 没错 正是初代结局操纵宇宙恐龙杰顿的杰顿新人 这位杰顿新人自称为艾德 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杰顿新人 而他目前也是科德队的总监 警手则是他身旁的副队长 他们希望晋四航能够成为新的U神 好应付未来的危机 以下会剧透后续的部分剧情 想自己去看的人建议回到上一页 作为一部跟原本光之国系列 竟然不同的重启 可能不同的人看的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先来讲优点好了 穿着变身装甲 又对付邪恶外星人和怪兽 虽然颠覆以往我们对U神系列的认知 但是穿着机甲这个设定 其实是不得已的 因为远古自70年代 跟泰国闹出版权纠纷 而这场官司 从70年代打到现在 现在连中国会扯上关系 远古官方为了不让事态扩大 于是要求作者清水安下口 把变身巨人的设定改成机甲套装 而刚好两位作者 也是假灭骑士等特色的超级铁粉 所以这个设定很合他们的口味 虽然说现在穿着变身装甲的作品 已经五花八门 不是那么的新鲜 但我个人接受度还算很高 不过对于许多死中老粉 可能比较无法接受这样的魔改 我个人超喜欢这个重启的原因 就是柯德队的新设定 在原版昭和时期的电视作品中 柯德队其实到结局 一直都是公开的组织 甚至往后虽然出现了超级警备队 MAT TAC Z MAC UGM等转型组织 又或者像平成时期的TPC 跟XIG 以及今日的许多作战部队 但他们的存在 始终都是对外公开的 而本作初代续篇的柯德队 则摇身变成一个 类似MIB的秘密组织 Drum & Sober 认合在地球上 作乱的非法外星移民 并以纪念馆作为基地的外观表象 其实秘密组织的设定 很早就有出现在电视作品中了 那就是2004年的U神纳克斯 当中的TLT 以及夜席队 Nights Raiders 他们总是能有效地 能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 尽快将异生兽消灭 如果被普通市民发现异生兽 或是夜席队的存在 组织就会出动记忆警察 Memory Police 将这些目击者的记忆消除 而新柯德队跟夜席队的差别在于 没有记忆警察的设定 因此每当柯德队作战队长朱星蛋 看到静思昂差点对外人 说溜嘴露口风时 他都会蹊跷生烟 旧版光之国的角色 也有陆续回锅 而且设定上真的是大改 像朱星蛋的作风 跟昭和版相比 为了达成任务目标 会不择任何手段解决敌人 就算是亲人也绝不留情 换句话说 就是比昭和版更来的残暴就是了 杰克在本作被设定是一位白人 负责被雇佣 替别人搜集情报 北斗辛斯则是个人中二的学生 是静思昂的学弟 至于太郎倒是很致敬原作 是个人有喜剧感的人 在本作他是一位日本裔的美国记者 雷欧兄弟则是一对作风凶残的战士 是心计品议会旗下的外星杀手 还有女主角左山林奈 虽然是漫画的原创角色 但外国的粉丝认为 她的名字可能是致敬迪迦当中的女主角莉娜 但是日本女生名字叫雷娜的也不在少数 因此是否为致敬依然有待厘清 过往的反派也都是用另一种形式回归演出 除了在初代电视剧结尾登场的侵略者杰敦辛人 在本作担当科德多的总监之外 像贝姆拉在原作是一头宇宙怪兽 但在漫画不知为何 却是以外星人的姿态出现 骷髅怪兽红王跟友好怪兽皮克蒙 在原作的怪兽无法无天地带 都是生活在火山岛上的古代怪兽 但漫画中他们也都被设定成移民到地球的外星人 这部分反而跟原作的原生怪兽设定产生了冲突 个人叫偏好新版的亚布尔设定 有别于原作艾斯当中的异次元侵略者 新版把他描述成一个关爱北斗心思的外星奇才 这个设定真的是爆点 近四行专处的U神战斗装甲 保留原版U神的招牌必杀技 斯贝秀姆光线 朱星弹神佐的七号装甲 也回收了原版赛文丢职投论的设定 跟这两位相比 其他像艾斯、杰克、泰狼虽然帅归帅 但就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 而且这里吐槽太阳后来的样子 讲实话根本就是赛亚人 呃在这不得不提一下缺点 那就是作者对近四行并没有太突出的描写 特别是内心戏的地方并没有琢磨太多 包含早田径这位前辈角色也是一样 虽然阿静是U神光之国系列的核心人物 但在漫画理文戏的部分 并没有表达出他本人年老后的内心感叹以及惆怅 和儿子合作抗敌的戏码是很热血没错 但父子俩人文戏 讲实在真的是太平淡了一些 至于警守这位元老角色 真的就是个老实的配角 除了研发装备之外 从头到尾真的都没有什么让人突出的印象 特别是对我 跟那些有看过初代电视剧的观众来说 反而是艾德这位杰顿新人 还比早田径以及警守来的强戏 而左山里奈的父亲左山警官 也是漫画当中的重要配角 负责调查许多诡异的外星人杀人事件 因为他本身也是个父亲 所以难免我会拿他跟早田径比较 很讽刺的是 跟早田径相比 左山警官在人设上 比早田径更来的游戏也有肉 第二个缺点就是人物的安排上 感觉清水跟下口 为了满足又省粉丝的胃口 在短短的前十本 就已经把昭和时期的许多人物给搬出来 可能老粉看的会很感动 但是严格的眼光来审视的话 就太过杂烩了一点 加上每本单行本的战斗画面 占了太多篇幅 而且短短的十本 就出现那么多人物 导致近四行这位主角的戏份 没得以正常发挥 显得有点边缘 呃 那么你们对这部重启有什么看法 你们对他的动画版有信息吗 快点分享你们的意见跟反馈 那么本次内容就到这里 Au revoir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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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